美国政客的不弃台 美国与国际社会在等待介入干预的正当理由和时机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震惊世界的19小时高调 台湾行总算结束了 82岁的佩洛西铸造了她个人政治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留下前景不明的中美关系 更尖锐的两岸对立 并让台湾独自承受中国大陆商工武下 三天类封锁以及海峡中线被取消的新常态 佩洛西一行的专机是在星期三傍晚60左右离开台湾 一小时后大陆宣布刑事传局审查 一名涉嫌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的台湾人 这只是北京正式报复行动的一碟钱菜 当天深夜 台湾国防部与外交部官网双双遭黑客袭击 其中国防部官网截至本文截稿前 仍没有抢修成功 拖伤颜面 此前一天 台湾总统府官方也一度遭境外黑客攻击 台湾关键政府部门的官网被黑 既没有巨大伤害 又是清晰的警告 暗示未来受洗的未必只是宣传性的官网而已 如台湾学者黄介正所指 大陆对台没有硝烟的对抗可能已经展开 这类灰色地带战术会越来越多 大陆反制佩洛西访台的大戏 从星期四开始 这包括备受讨论的 解放军在环台六个海空域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 所有六个演训区全都跨过海峡中线 台湾军方无力反制 等于默认海峡中线不复存在 不仅如此 其中最大的演训区甚至跨入台湾领海 距离台湾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高雄 仅仅20公里大约10海里 大规模的围台演训也是一种灰色地带战术 随时能转化为军事行动 一旦改为登陆战 那解放军只差20公里就登岛了 大陆的用词也经过精心设计 那叫重要军事演训行动 后面带行动二字 可不只是演习 同时 解放军星期四下午向台湾东北部 西南部周边海域发射共11枚东风系列导弹 另发射两枚远程火箭 此外 北京还对台采取经济制裁 暂停一系列台湾农产品进口 暂停天然沙对台出口 这一切从政治 军事 经济多方下手的反制措施 全在佩洛西离台后发生 讽刺的是 他自称访台是为了彰显美国 不会放弃对台湾的承诺 他的表演却恰恰相反 佩洛西星期二 如入无人之境般安全抵达台湾 隔天安全离开 在经过一晚上的安全时间后 解放军大规模登场 展示封锁台湾岛的实力 这并非武统 却实实在在地展示了 大陆以武促统的能力 是一次索台逼统的预案示威和演练 延伸阅读 解放军索台军演 越过海峡中线 学者 局势可能继续升级 而从佩洛西舍近求远 从绕道飞经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 完全避开南中国海飞抵台湾 再到解放军在他走后才登场 都让人感觉到中美的幕后交易 整个过程中 中美军方保持安全距离 美国航母里根号 不但没有靠近台湾海峡 连第一岛链都未进入 这个局面远远不像1995到1996年台海危机时 美国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 靠近台海已是保护台湾 期间尼米兹号航母还穿越台海 有台湾媒体人形容 解放军这几天是关门打狗 这也许是中美的交易结果 可见中美都不愿撕破脸 美国承受不起在乌克兰与台海两头承压 更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解放军的实力已今非昔比 最终佩洛西访台危机没有失控为中美对决 北京也如预期地利用佩洛西主动挑起的挑衅行动 重写台海安全态势 形成对北京更有力的军事与心理态势 虽然不见半非这种戏剧化的行动 但是对台威慑力已很高 台湾则是受两边挤压 无怪乎当许多大陆民众星期三对解放军放任佩洛西抵台高呼失望 中国外交部笃定地称该有的都会有 到了星期四国防部发言人发出新闻稿宣示 中国军队说话是算数的 回到这次重要军事演训行动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 台湾没有一个港口完全被困住 可见大陆空前密集的对台措施 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心理震慑 这正是大陆所追求的刀不削刃 以锁台逼出政治谈判的低成本结果 不过 这次大陆的实力展示与心理威慑 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台湾民众的统独意识 却很难说 再者 美国政客可以为一己之私 高调访台 然后一走了之 扬长而去 美国政府的考虑与计算却不一样 台湾海峡所处的关键战略位置 与中美竞争的长期态势 决定了美国政府不会像政客般简单的弃台 佩洛西访台事件会过去 但中美围绕台湾的角力不会停歇 在下次危机中 如果北京的反制措施用力过猛 导致地区紧张升级失控 那么亚太其他国家会更担忧 美国与国际社会也将反过来 有了介入干预的正当理由